董事長如果是真的要到三天的位 那應該要先調資料 伊利五號碼頭的資料調一調 那個相關他們家的一些東西 如果是有爭議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份 也給黨中央來做參考呢 來 余少老師要做補充 對 昨天國民黨隨即就喊出來說 對林靜宜的這個中央選區的策略 叫做冷凍林靜宜 冷凍計畫 冷凍計畫 我覺得這有點匪夷所思 什麼意思呢 你要邊緣化對手或棄保 那只有在殺咖都嘛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兩個自己玩就好了 不要讓那個第三者 基本上與取與求 所以我們把它邊緣掉 這次的補選全國這麼熱 全國都在關注 而且是兩牆之間的對決 背後又有政黨的色彩 你怎麼可能去冷落對手 而且對手也會對你提出議題的攻防 而且是對人且對勢 言寬的你要搞清楚 今天大家不是只有對你家 是對你家經營的二十多年來 中二選區在地的狀況 會提出檢證 所謂的冷凍林靜宜或是變化對手 就是他之前的潛水艇 潛水艇戰略的再延伸 不過那是舊政治 就是悶得頭繼續搞組織系統 公廟社會團體組織的動員 這叫做舊政治 簡單來講 未來三個禮拜之後的選戰主軸 還是在新舊政治之間的比較 你看林靜宜很快的 就提出了實鐵良方 這實鐵良方是什麼 都是政策論述 政界 我相信未來言寬恆 也會有類似的東西 發言人的角色 但是發言人的角色 終於出來 發言人拿著圖卡 跟大家講說 我們言寬恆也會有以上這幾個 對不對 那簡單的帶過就算了 你去問那個言寬恆 他只是念標題而已 你要他去講詳細的政策內容 我覺得有困難 第三個 國民黨文傳會系統 會全面去接管 至少在輿論空戰的部分 也就是 之前我都覺得 世衛哥很辛苦 面對嚴家的這些東西 他是自己去聯絡 自己看資料 至少世衛哥是這樣跟我講的 我們同台很多次 不像葉原汁 那個我不熟悉 我還沒有知道變化 葉原汁要不到資料 這個我不熟 但是我認為 從下個禮拜開始 這個狀況會完完全全 有點改善 也就文傳會的人 現階段某個程度上 對於105號碼頭 他們有策略 也許不太清楚說 整個來龍去脈 但是你會發現 開始有口徑一致 不會再聽到院士說 那個我不熟 不要把我當成 那個什麼朱立倫 那個都承伯為縮 說什麼我去 把我跟朱立倫的角色搞混了 因為我們長得很像 我會有在這種 嬉皮笑臉式的回憶 他們鄭重的 這22個 因為多了鄭紹興 這22個文傳會的副主委 基本上開始去接管 大家對嚴加的這種批評跟指教 就是以公投的效果 這種文傳會有用嗎 他就說這兩面刃 但是總比擺爛不作為 或是業員之勢的唱歌 有人倒三天比沒人倒三天好 對 你不能完全棄手 空戰這個戰場 這第一個角色 第二個角色是什麼 戰鬥籃 簡單來講 這就是戰鬥籃 因為上次陳柏惟被罷免的時候 不要忘記最一天 是戰鬥籃下去主持晚會的 是趙紹興在現場 那這就是國民黨 自己內部整合的問題 究竟是文傳會定調說了算 或是黨主席都已經說過 應該策略是這樣子 戰術這個樣子 可是戰鬥籃有他的主體性 有這些想法 更好笑的地方是 有些是重疊的 業員之既是文傳會副主委 業員之也是戰鬥籃 那請問這個時候 業員之在講的時候 是以誰的定調為主 是以朱立倫為主 還是以趙紹興告訴他的為主 簡單來講 這是第二個角色 沒有 主體還是以鹽框為原 好 OK 當然是候選人 第三個是什麼 盧秀燕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未來所謂的行政中立 選務中立的問題 因為最近大家在討論說 那個監票員的問題 未來這兩三個禮拜 你就不要被人家 去質疑說公園不能借 區公所可不可以進去 或是說監察人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解決 我覺得盧秀燕 現在壓力也非常大 傅崑奇效應出來 或者是潛在的黨內 在搜尋所謂的戰犯 如果盧秀燕要連任的話 沒有誰的支持一定是不行的 不是黨中央 不是戰鬥欄 如果調到中二選區 不論盧觀恒有沒有選上 不論是繼續當立委或是落選 盧家只要講一句話 我不幫了 黑派基本上 海線黑派在連任的時候 對盧秀燕 盧秀燕採取軟切割 或是消極的態度 他就剩下了 所以盧秀燕的角色在地很重要 那盧秀燕的角色很重要是什麼 不是在於他的什麼團隊 不是的 是在於他有公權力 面對拆遷的問題 面對盧家的爭議 面對輿論的撻伐 檢討跟批評 甚至還有選務的過程之中 盧秀燕應當會有積極的角色 寬能在這些資源益助之下 他不會再那麼孤單 你也不會看到那兩個發言人 基本上可有可無 有了文傳會 有了戰鬥 有了盧秀燕 甚至有重量級的 包含高金素煤 也許還會有韓國瑜 也許還有其他的網紅 所以這場選戰 林靜儀基本上還是要一步一驅 第四季